大家好,欢迎来到花耳编织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款隔断花的绑针花样 好,这碗花样编织帽子毛衣都是可以的 针法极其简单都是上下针 它是6针一种花,片子就去6的倍数加3针 再加2针编针 也就是6的倍数加5针 花样是四行有循环 下面为大家示范一下 好,示范呢,我这里是取了17针 两种花也就是6乘1加3 然后再加2针编针 第一行编针 每次删上 然后把这3针编针 套回左针 把这个线从右边的空气处拉下去 然后再给它套回来的3针 再删下 好,重复这6针的花样针 我们再来看一次 6针一组花 3针 把3针上针套回左针 线拉下去 再套回右针 然后3下 就始终从这6针循环去指 最后边上剩3针 同样我们指 指3上 啊,套回左针 啊,套回左针 把这3针 先拉下去 再套回右针 好,边进 第二行反面行的制法 我们就记好上进 好,全自上 等一支过去 好,第三行 换个位置 换个位置排花 还是6针的花样针 3下 然后3上 把这3针上针 滑到左针 线绕下去 再滑回右针 好,重复这个组合 再来一次 3下 3上 把这3针上针 套回左针 线绕下去 再套回右针 好,最后编上剩3下 编进 好,最后一号 反面行都是同第二行 是一样支的 反面行都是支上针 然后的话 全是上下针 编成完成的 好,花样针绕好了 很简单 多次接触这个效果 才能想象出来 下面就重复这4号 喜欢切枝 今天又到这里 感谢收看 再见